國民黨的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政 過去在擔任宏基副總的期間 主持了一項三年的研究計畫 從農委會那邊領到了5736萬元的經費 可是現在檢視這報告的內容 竟然有拿國外的期刊去翻譯成中文 還有大量重複農委會旗下單位的期刊 甚至還被發現說 竟然有複製貼上商業週刊某一期的文章 不過張善政就解釋說 這是統整國外的資料 介紹給國內單位 如果標註資料來源有疏漏 會向農委會道歉 我根本就沒有誠信的問題 也沒有什麼退選不退選的問題 之前提醒對手誠信重要 現在變成迴力標 張善政在擔任宏基副總期間 擔任一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 向農委會申請經費 從2007到2009年 總共拿了5736萬元 大量的引用 農委會網站上 這些相關的資料 等於是超農委會拿回去 再賣給農委會 他涉嫌 抄襲 詐騙 A錢 政府的公帑 他用抄襲的方式拿來獲利 而且是不當獲利的行為 檢視2008年的報告 不只有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網站 及續產試驗所期刊的內容 還拿荷蘭農業部刊物 英番中 中國期刊 簡體字 轉繁體字 甚至有段落 從標題到內文 跟商業週刊1043期幾乎相同 通通沒有標註來源 把國外現成很多新的農業電子化進展 介紹給我們國內的研究單位 跟論文寫作的這個性質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 百書一漏的話 我在這邊也代表我們的團隊 跟我們的農委會致歉 資料的一個收集 需要一個宏基的副總來做 複製貼上就能夠拿到 5700萬的一個研究計畫 奇怪 我以前在學這種 都沒有遇到這麼好康的事 宏基聲明回應 執行計畫不只有報告 還包括實際導入新技術的驗證 舉辦研討會和座談會 間接說明5000多萬元的用途 當年的農委會資訊中心主管 也跳出來 說非常注意委託計畫品質 不會放水 不會虛值國家資源 只是這回選舉 又開了一道抄襲門 東京新聞好奇動 我們孟麗李立真 桃園報導 自動販賣機的這個 果汁您敢喝嗎 這是在高雄 有一間賣場 一台現炸的柳城汁機 這裡面的柳城 竟然是長這樣 全部都發霉了 民眾就說這實在是太噁心了 我們就實際到了賣場 這機台已經被業者給撤走了 但是衛生局就解釋說 這業者其實是租到8月底而已 但是會有這樣發霉的狀況嗎 水果行的業者說 這至少是放了三個月 柳城之機器裡面的柳城竟然發霉了 PO網民眾說太噁了 工作人員都不換 衛生局來了解之後 業者就把機台撤走了 基本上業者已經把機台撤走了 是要營業到8月底而已 原來業者租到8月底而已 可能是這樣才沒注意到 不過民眾PO網之後 就有網友說 呃 誇張 說好的新鮮呢 也有網友說這太可怕了吧 更有網友Kuso說 那是糖霜你誤會了啦 新鮮現炸柳城之 再加點清腸元素 而這款機台是義大利進口 一杯要50元 類似的機器在大陸 不少賣場也都有 到底要放多久 柳城才會發霉 記者來到水果行問問看 水果行的老闆一看 直呼誇張說 這至少要放三個月才會這樣 還說發霉就不能吃了 也提醒民眾購買之前多注意 東森新聞屠佑成 王國龍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基隆地區這水荒持續嚴重 自來水公司每天要吊派 48輛的水車來供 水已經不敷使用了 現在還跟國軍申請支援 甚至連台積電都要支援 6輛水車 國軍弟兄出動了上百名的官兵 並且支援了50輛的水車 一早就開到淨水場取水 由於基隆地區久旱不予 新山水庫蓄水量 僅剩下大約36% 高地管線末端的住戶 不但水壓偏低 還要面臨減壓供水 自來水公司每天吊派 48輛水車不夠用 還向國軍申請了水車 連台積電都無償支援了6輛水車 基隆的水都不夠用了 沒想到竟然還在漏水 那其實從今天早上開始 這個地方就不斷有大量的水湧出 那經過了多次的通報 但是水公司到現在 都還沒有來現場 來做一個修復的一個工作 當地的民眾看到水一直漏 真的好心疼 原來是地下水管破裂 導致漏水漏整晚 自來水公司連夜搶修 已經在上午修復完畢 東線旅國寶在基隆報導 回來你要看看 這一間是在屏東的 套不清楚 有房仲去賣這間房子 說這邊主打的叫做 敘利亞的戰爭風格 因為這間房子 屋裡已經有45年了 一進到裡頭發現 這裡面實在是太老舊 必須要大翻修 它的地坪有15坪 這建坪有22坪 而且它開價288萬 只是有人來看過 我就是還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下手 因為你恐怕整修費用 就要超過300萬 大門木門倒桌子翻 電視垃圾放地上 電視櫃上滿是灰塵 再往樓上走 主臥室一片凌亂 還有房間四周木板掉滿地 45年屋林偷天錯 屋裡髒亂 屋外看 鋼筋裸露 欄杆生鏽 這個房子你願意花多少買下 地坪15.9坪 建坪22坪 兩樓的物件地點在屏東潮州巷弄 屋主開價288萬元 如果加上陸住的是 敘利亞戰爭風格透天 會不會加分 就因為房仲主打敘利亞戰爭風格透天 這幾個字來形容老屋 立刻吸引目光 一天能有十多人來看屋 看過之後 他往後看到 對啊 所以這樣都商量 地段你沒有喜歡嗎 地段這裡 應該不是很複雜 北大整修 真的不是說買就能買 一旁邊剛整修完的同類型透天 花了好幾百萬整理 老屋結構補強 大範圍整新 一瓶15萬來算 約要花330萬 比買下老屋還要貴 價錢怎樣 太貴了 太貴了 你覺得合理的價錢在外面 我沒有帶 那我不會 我不會 很高 幽默 小幽默 當然希望不要戰爭 世界和平是最好的 對 為什麼取人家敘利亞風 就是看起來房子 很像有狀況的樣子 就是像戰爭過的方式 潮州賣房貴照還不少 四房平車賣599萬 屋住還直接 你買屋就送車子 紅色小轎車 直接停在停車位 供你看屋邊賞車 同樣吸引不少買家注意 東森新聞瑜伽雄在屏東報導 最近不是好熱 就是突然之間暴雨 除了一般放在路邊的汽車 像是洗三溫暖 很多二手的車行也是叫苦連天 因為其實現在的歐系車 他們環保的材質比例 已經高達六七成 就算是日系車也有快要五成 但是這氣候這麼的濕熱 導致說這些環保材質 它會加速崩解 甚至有人說 他的新車才剛買三年 天蓬竟然壞掉了 買賣的維修成本都拉高 前車主他有釘釘速針 因為整天掉下來了 受不了了 所以開這裡做維修 師傅稱奇的這一片 就是車頂內側 車子的天蓬步都垂下來了 他是用環保膠 所以變成他們時間到的時候 慢慢氧化會脫膠 產生它天蓬脫落的現象 大概三年 他一台新車嗎 三年 原來車都是都放在室外 天蓬泡棉氧化 從淺黃到紅褐色 還有這後車廂掀開 邊條全部脆化 像巧克力餅乾一樣 一牙就碎 你可以先摸 看看它後面黏 再都是先刮 如果說你刮起來 指甲會有成漆在裡面 這代表說 它的環保材質已經開始在 這時候就可能要爭奪說 它這些東西花費起來的價格 廠內停滿了各品牌的進口車 不少都是中國車商送來整裝 還沒報價 因為環保材質統統耗損 好幾百萬的名車車門打開 全部拆光 它這個東西大概在七年 都會老化 內容環保企劃大概在 也是差不多在六七年那邊左右 才七八年的車 按鍵吊漆 冷氣出風口 車內飾板門板全都黏黏的 環保材質無法耐熱耐高壓 往往都提前報廢 現在其實不是看棉份 而是看你放在哪個地方 放在室內 它的壽命多半比 室外還要長大概三年以上 歐洲車來說 大概可能佔六到七成 如果四次汽車 大概已經快到五成了 不只內裝 有的甚至連引擎內 線路都是大豆 玉米粉製程 環保材質遇到濕熱 加速崩解 甚至噴酒精等 揮發性物質 也會影響使用年限 車子耐不耐用 恐怕也很難納入定型化契約 暴障裝股車的消費者 這個其實很難 這台車的好話 取決在價格 車內環保材質越用越多 間接影響二手車架 和新車購買意願 知道的越多 掏錢的顧慮也越多 東森新聞張全安 劉真 在台中采訪報導 半導體現在真的是 兵家必爭之地 南韓就在今天宣布 他們明年的預算 將會投入10兆元 要集中再扶植的 其中一項就是半導體 但是其實南韓 他們現在自己的處境 還滿艱難的 因為一邊是美國 一邊是中國 他兩邊都不想要得罪 可是美國一直逼他要決定說 你到底要不要加入 我們的晶片聯盟 Chip4呢 現在最新韓國的媒體就報導說 現在美國恐怕要開後門了 為什麼南韓會這麼難下這個決定 因為你要看他對中國的出口 南韓對中國的出口 大約佔四分之一 而且二十年來暴增了九倍 所以他很難押住美國 就去放棄中國的市場 但是如果現在美國 真的要去豁免南韓的晶片廠 一個是三星 他們在西安油廠區 第二個是SK海力士 他們在無錫油廠區 在這個地方就可以進口美國的設備 那你會說美國 你不是說要加大 對中國的管制嗎 因為你要從10奈米以下的設備 提高到14奈米 可是你怎麼對韓國開後門了 因為他發現說 如果再這樣逼韓國下去 恐怕他真的就是沒有答案的 但是現在晶片法案 美國已經過關了 摩根史丹利現在就說 台積電大家很想知道 我們在亞利桑那州這邊設的廠 到底可以拿到你美國多少錢 現在大摩就說了 這大概我們最多能拿到20億 這個接而出來推估之後 大家簡直是驚呆了 因為台積電在美國 亞利桑那州這個廠區 我們砸下的是120億美元 我最多只能拿到20億 簡直只有大概一成多而已 這樣的補助對於台積電來說 豈不是塞牙縫嗎 所以大摩就說 其實這半導體的製造中心 還是會留在亞洲 尤其台積電今天舉行的是技術論壇 總裁魏哲嘉他就提到說 其實現在全球的供應鏈 都變成區域化 可是這一項的這個區域化的過程 會造成的就是成本的增加 工藝商攤位前 擠滿半導體人互相交流技術 台積電年度技術論壇 台灣廠來了 快回三年 台積電的技術論壇 再度回歸實體舉辦 至少有超過500名的客戶和夥伴 都親自到場參與 就像是疫情以來 半導體也難得的聯誼會 因為你對著鏡頭講話 沒有人笑也沒有人拍手鼓掌 總裁魏哲嘉一開口大搞幽默 但說到外界最關心的先進製程進度 仍霸氣十足 台積電5奈米三年共生產200萬片 業界無人能及 3奈米開發雖有說不出困難 不過即將量產 搶訂客戶非常多 而奈米則預計2025量產 保證也會是獨霸全球 一個技術推出來 不是說只有好看好名聲 事實上來講要實用 一定是各位成功以後 我們才有可能成功 從來沒有同時成功 我不相信我的競爭者 可以講出這種話來 字字句句都在暗奉最大進第三星 憑追求更高運算效能 魏哲嘉說除了縮小電晶體 台積電也會靠先進封裝幫忙 來因應電子產品裡頭 不斷攀升的半導體數量 2019年到2021年 TSMC輸出60%更增進 自動物業界 然後他們還說不夠 所以我就問他說 換來這個貝爾魚蓋都有 車子裡面的 Semi-contact的含量 每一年增加15% 只是台積電雖然技術領先 卻也在供應鏈管理 地緣政治遭遇挑戰 對不對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說 他希望半導體的工廠 到他們那個地方去製造 一個全球有效率的供應系統 這個的時代也過了 所有的cost會急速的增加 地緣政治下再再凸顯台積電價值 紐實最新就說 台灣系頓地位重要 如果大陸入侵台灣 兩岸必定玉石聚焚 也會衝擊日常生活所有電子產品 東三財經新聞 可黃明葉子晶新竹報導 台灣的金控業上半年 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累計上半年 國內外的損失 已經來到了8278億 這虧損失創了史上新高紀錄 現在金控正未實現的損失擴大 法人也示警說 很多純股族 大家不是都每年很期待這個配息嗎 但是這個損益擴大的話 恐怕要影響今年配發 現金股息的能力了 這明年的荷包恐怕要鎖水 升息暴風圈持續席捲 國內金控創下史上最慘上半年 今年開設是金控史上最慘半年 彈點金控國內外投資 上上未實現損失超過8000億元 其中由於美國市場最慘 損失超過2565.6億元 受到升息衝擊 新光晶第二季不動產報酬率 竟然趨近於0 只剩下百分之0.004 另外主要虧損都是在債券 未實現損失還高達600億元 同時減碼上半年股票 國內股票佔比第二季只有百分之6.4 主要是因為債券市場 波動還是相當大 也許7月份是稍滿的沒有錯 但8月份至今 其實債券利率又要往上壓 在賽的態度也好 或是在通膨現在 即使高點過了 那它還是高 所以整個政策利率 可能都不見得會很快的往下彎 金控雙雄 國泰金付邦金上半年禁止 一個腰斬一個只剩下四分之一 恐怕影響現金鼓勵發放 還受險的這種金控公司 尤其受險比這種比較大的 獲利的部分 它就會拿資本公金來配 這個部分會影響到 因為當你的資本資本率 往下降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要增值 但是你一手配息一手增值 其實今晚會是不允許的 所以這個才會影響到 你的股息的縮水 以國泰金來說 今年配方每股現金 股力3.5元 明年可能就會減少1到2成 30號股價也中錯2.52% 好多純股族都哀嚎 連大樹都枯萎了 就能看出金融類股壓力有多沉重 東材新聞黃福祥林浩宇台北報導 大同子公司中華印管經到法院裁定 宣告破產了負債總額高達了418億元 現在他們在揚梅的這廠房 也要以總價近63億元去法拍 但其實過去這華印曾經是全球最大 最厲害的這彩色印象館工廠 股價甚至一度是衝上60幾元 後來不只是下市現在還宣告破產 更慘的是有將近2000位員工 跳出來喊話說公司倒了 可是欠他們3億多的薪水 到底要誰來還 一次債權人會議 那些機器設備其實都有價值 可以假如說委託給適當的 這個處理的團隊必須要有經驗 那他們可以把這種生產線 有的可能是賣到中國大陸 或者賣到印度 他們都迫切需要 但揚梅的廠房部分設施拉上封條 宿舍等動產不動產 被法院一宗駕近63億執行法拍 一拍二拍都流標收藏 這也讓被欠了四個月薪水 和資遣費的勞工們更加擔心 錢要不回來了 那現在還欠我們3.6億 1902個同仁 所以我10月28號還要計劃 在那邊財政人會有 會主張是說我們同仁 同仁的財政先負擔 勞工無辜 三年前華映下市 股民更是悶肚子火 股價從64元變0.48 最後下市 想當初華映曾被稱作是 台灣面板五虎之一 1970年代就從黑白電視機的 單色印象館起家 之後還創下全球第一家 CDT彩色印象館 銷售量超過一億台的歷史記錄 薪水好福利好 很多人搶著去上班 一待就是到退休 但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就開始油盈轉虧 無力投資相關設備技術 也落後老舊 韓國持續經營的 只剩那幾家 並且都走很Niche 比方說走醫療的 走車用的 走比較不同的市場 逐戰場的市場 已經全部都已經變成了 現在是中國大陸 一軍突起 再加上韓國的三星LG 從領先全球到暗淡下市 國民員工要的交代 恐怕也隨花印破產倒閉 跟著石沉大海 東森 雷新聞 陳怡璇 洪佩玉 特別報導 今年有非常多的國家 都在面臨這個能源的問題 尤其是在歐洲 可是現在全球首富 也是特斯拉的這執行長 馬斯克 他說瘋了 才會去把核電廠給關掉 因為他就這樣講 在推特上面說 各國應該要去增加的是核能發電 因為如果從國家安全的這角度來看 你關閉核電廠簡直就是瘋了 所以現在其實過去 大家都把這釉礦已經廢棄掉了 因為其實釉礦是要做這個能源 非常重要的金屬原物料 可是過去就是因為 大家都已經沒有要做核能了 所以這些礦廠全部都關閉 結果沒想到現在竟然大翻身了 像是在澳洲有一個地方 叫做蜜月釉礦廠 它原本2001年的時候 它原本是要這個地方要做釉礦 但是因為那時候 2011年有福島的核災 它就把這個地方摒棄掉了 沒想到現在包含澳洲 加拿大 全部都要重啟 全球的釉礦廠商 現在要提高了產能 所以就造成說 這釉價的ETF簡直是在大漲 主要的原因會要去擁抱核能 就主要是因為電力吃緊的問題 可是我們在台灣能夠逃過一劫嗎 我們現在可能有一種方法 是要仰賴企業成為這台電的救火 對嗎 像是這是在台北的101大樓 我們獨家去直擊 他們最近投入建置了一個虛擬電廠 台電如果電力吃緊的時候 這個虛擬電廠 它就會下令關閉這些非必要的電源 把這些電力留給需要的地區 台灣的用電量每年成長2.5% 但是寸土寸金的台北 已經沒有空間再蓋新的發電設備 現在台北101結合了雲端跟虛擬電廠 協助台電做到電力調度 申請才能進入的B2機房 掌管台北101電力行葬 電的話就是通過這邊 然後去送到現場這樣子 跟開關去做搭配 你可以知道說經過這個開關的 用電量是多少 線路盤根錯節 所謂虛擬電廠是指當台電偵測到電網 負載壓力過大時 立即通知台北101關閉部分電源 達到降載 10分鐘內台北101 B2到B5停車場 20台大型排風機關閉 雖然停車場暫時悶了點 但一舉數得 在不影響大樓運作下 把電力留給需要的人 也賺到台電給的報酬 降載每個小時大概是300度電左右 那這300度電的概念 大概就是一家四口一個月的用電量 所以當我們一個小時降載的時候 那就可以把這個電提供給別人去用 而台北101為了台灣的電力調度 做了第二個努力 就是六樓這些除冰主機 透過晚上離風時段 先置冷儲存冰塊 白天接風時段再放出來 就可以減少白天的冷氣用電量 白天吹的是前一晚存好的冷氣 離間風電費一省就是三倍 像我們在地下室整個停車場的 電都改成LED 我們拿到了非常多的碳權 然後這個也是我想作為一個 最高的綠建築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典範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跟租戶一起 開始在談未來綠電的購買 協助電力結長補短 全台最高樓正成為台電神隊友 東森財經新聞 吳伯偉留置在台北採訪不到